脫掉車大型機具都出動 警銷人員在一旁管制 掉進天坑的特斯拉 終於被拉了起來 二十七號上午十點發生意外 直到十一點多 車子才被挪出坑洞 雖然還能開 但是車窗玻璃碎光光 後照進掉落車身也凹陷 維修起來可真的要花不少錢 而到了下午 縣府人員建商跟檢察官 都抵達事故現場 進一步了解狀況 塌陷原因到底是什麼 只是初步推測 還要再調查 但附近居民很困擾 因為周邊坍塌意外 頻頻發生 早在去年六月十四號 就發生過第一次 當時道路還呈現波浪狀 第二次是在七月三十一號 甚至小貨車也摔進了坑洞 第三次是八月二十四號 路面同樣裂開凹陷 把這一帶的地圖攤開來看 第一次發生地點靠近勝利二路 裝進六階口 二三四次都在勝利二路上 而第五次則是在裝進六階 通通都圍繞在 新建案的工地旁 附近社區四百戶住部 就怕下一個塌的就是自家大樓 要求建商好好處理 劃開了說我們 包括水溝旁邊的一些東西 我們去找一下 到底有沒有水溝列 還是說那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還是要等勘察結果出爐 再來討論如何賠償 縣府初步已經對建商勒令停工 但是每次都是停工又復工 狀況一再發生 到底何時才能處理完善 居民都希望別再有下一次 TVBS新聞 陳世銘 黃凱津 新竹縣 蔡宏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